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施度锻炼 什么叫做适度的锻炼 生命在于运动 动以仰形 就是我们形体 它要靠动 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运动起来 我们前面讲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激发我们人体的洋气 让我们人体的洋气不散于周身 这样呢 我们整体的机能活动才能正常了 但是要反过来讲 您会锻炼吗 或者说您会运动吗 比如说 好多人现在都在健身 场地 健身房 健身房不是你运动锻炼的场所 健身房可以说是一个健身的地方 而不叫做锻炼身体的地方 大家一定注意 锻炼身体和健身是两个概念 健身房的健身是在建什么 建肌肉 我要把这个地方的肌肉锻炼起来 把这个地方的肌肉锻炼起来 我想大家如果去过健身房 听到的教练最多的话是这样的 说你每天要吃几个鸡蛋 不能吃鸡蛋黄 你每天要吃多少牛肉 你还不能吃其他的肉 你每天要喝多少蛋白粉 然后你吃完以后 你还得想着 说这个肉啊 你赶紧往这个地方走 这是健身房里边经常讲到的话 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明确告诉同志们 如果说你到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去跑步 我不主张 而且我绝对反对 跑步机上达不到你跑步锻炼的目的 而且会影响你的膝关节 会导致膝关节的损伤 所以跑步机只有伤害 没好处 你去练肌肉 只是你去练了肌肉 很有可能你是把肌肉拉伤了 引起了他的异常增值 并没有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所以锻炼身体应该到哪里去锻炼 环境的选择 环境的选择 皇帝内经当中告诉我们了吗 我们前面也讲到广步于庭 所以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有花 有草 有树 有水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 第一 温度 十一 其二 富氧 离子 非常高 其三 环境 非常的 优雅 当我们置身于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心中再繁杂 马上可以放下 是我们的心很放松 浑身的肌肉都是放松的 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去走走路 去散散步 那是一种陶冶情操 加上锻炼身体 大家请注意 养生是道家提出来的 道家特讲究的是养生 而你再看一看道家之人 他在哪里生活 当然我讲的道家 并不是今天大家所说的道教 也不是今天所说的道观里边的人 道家生活的一定是有山有水的地方 所以从环境的选择上 大家一定注意 锻炼身体的地方 一定是有花花草草 有树木 有水的地方 这才是我们锻炼的地方 最起码我们应该到公园去锻炼去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大马路上去跑圈 大马路上去散步 这个是不可以的 再一个 项目的选择 不同的集结 有着不同的运动项目 但是所有的运动项目 什么最适合于我们人 比如说 走路 就是散步 比散步少为快一点 少为快一点的去走路 这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其二一个 中国传统性的项目 比如说踢剑子 比如说 跳方格 当然这都是小孩玩的 年龄大了人干什么呢 拔断筋 一斤筋 太极拳 太极剑 这是我们适合于中国人锻炼的项目 因为这是我们老祖族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尤其是大太极 它是我们全神所有的骨节都可以活动开来 它可以促进所有关节周围的血循环 然后是我们关节所得到的氧 是我们的关节所得到的营养而丰富 可以预防老年性推行性关节病变的发生 而且有人还研究 胎疾是最好的治疗到疼痛性疾病的方法 比吃去铜片效果还好 因为在打太极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我们所有的肢节在运动 而且它整体是一个弧线的运动 还迎合着什么 呼吸吐难之法 所以我建议少为上点年龄的人 40岁左右去学太极 后边每天去打太极 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去锻炼 好多人都知道 说我去走路去 你不是说走路好吗 我就去走路 会走吗 这还是个问题 现在智能手机 人人可能都有 还有些人隔不上套一个圈圈 走路的过程当中 它不是为了走路 而是为了在那个地方看 我走了多少步了 一看八千步 还有两千步 再走一会儿 又走这会儿 一看不行 还得再走五百步 把锻炼身体 把走路当成了一个任务 还有一些人动不动 把手机拿出来 一看走到多少了 昨天走了一万二 我今天必须走到一万三 人家张三走了一万四 我必须走到一万五 当成了一种功利性的东西去走路 最后我超过你了 一截屏一发图 我今天任务又完成了 同志们 我有一个朋友 到今天为止是赛92张图片 每天晚上九点半准时赛图片 下面一定有一句话 今天又完成了任务 明天又一句话 在执勤过程当中完成了任务 后天有一句话叫做风雨无阻的完成了任务 同志们 你把这个东西当成完成任务了 你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养生 一种运动 一种锻炼 你没有享受到其中的乐趣 你只是在朋友圈里边 让朋友给你去点赞 让朋友去夸奖功利性太强 正是由于你的功利性太强 所以你没有做到天淡虚无 因此你今天走得一万二也好 一万三也好 还不如不走呢 白走了 不能急功近利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 心无旁度 轻轻松松 浑身肌肉放松 脑袋里边什么闲杂念 我们都不想 去走路 我就是在享受走路的这个过程 我就是在享受这个锻炼的快乐 我就是最终能够达到养生的目的 所有带有功利主义的东西 都离我们远一点 因为天淡虚无 是我们第二个就强调的 所以请你放下小小的手机 静下心来 到公园里边 花园里边 合体上去走路 去享受那种愉悦之感 走多长时间 四十分钟以上 一个小时以内 这是比较好的时间 所以讲到这儿 我要送给大家几个字 一三五七 什么叫做一三五七 每天最少走一次路 两次最好 每次最少三十分钟 一个小时最好 一周最少锻炼五天 七天最好 这样的一个锻炼 稍微快一点的走路 我们把它叫做 油 养 运动 好多人 尤其好多女性 说我现在体内脂肪比较多 我就是有点胖 有点肥 我想把体重给减下来 有些人来了说 医生啊 有没有减肥的方法 你给我开点中药吧 我说我没有 说那扎针灸能不能减肥 我说我不知道 那结石能不能减肥 我说结石不是减肥的问题 结石是气血化松无缘的问题 那么什么可以减肥 有氧运动 说我就不想运动 那你就减不了 你即管不煮嘴 你还卖不懂腿 那你还想减肥 天上不会掉馅饼 那你只能挺心别人卖减肥药了 最后把自己吃出一身毛病 是不是 为什么有氧运动 是唯一的减肥方法 因为我们体内 就是说你人胖了 什么东西胖了 常常是脂肪囤积了 脂肪叫做碳水化合物 是由这三个元素构成的 那我们在有氧运动的过程当中 有氧运动就是有大量的氧气的参与 最后就生成什么了 最后生成的是能量 再加上水和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气体我们排出去了 水我们代谢了 或者我们重新吸收利用了 HP呢 HP在你运动的过程当中 挡能量的消耗掉了 这就叫做燃烧脂肪 燃烧脂肪要谁去参与 氧去参与吗 当然在整个的有氧运动的过程当中 我刚才讲到了 最少半小时一个小时最好 是不是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因人而一 是吧 你说你从来就不运动 你二十年了没有这样去运动过 你今天一听我说 明天就去运动了 或者你刚听完我的课 你现在就去运动去了 你一走路走路一个小时 走了一个小时 第二天就说 医生啊不行了 我浑身酸困 我哪都难受 为啥 量过大了 我们第一天半个小时行吗 我们明天四十分钟行吗 我们后天四十五分钟行吗 一周以内加到一个小时 慢慢慢慢的往上加 一口气吃不了个胖子 一口气也减不下个肥人 所以 适度的增加剂量 至于人家有些人讲的说 我平常我一天就走两小时呢 那么你的量是足够了 大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在锻炼的过程当中 不论你做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去锻炼 不要把它当成经济 比如有些人说 我每天在锻炼 我踢球呢 还有些孩子说 我每天也在锻炼 我在打球呢 经济项目 对人体是有伤害的 经济和锻炼是两个概念 那么锻炼还要注意到什么问题呢 一锻炼 它肯定要消耗 要消耗 锻炼这些东西 你看有水呢 有时候就会出汗 汗出到什么地方上 在前面的精气学锦液当中 我讲得很清楚 出汗 一定不要让它大汗淋漓了 身上微微汗出 有汗吗 有 没汗吗 有 有汗吗 不多 能够看到汗液吗 微微看见了 身上潮乎乎的 热乎乎的就可以了 最后走路走的 浑身掉汗珠子 大量的锦液在丢失 锦液在丢失的过程当中 七随之而丢失 最后锻炼没有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反而形成了一个 气筋两伤的结果 这也不好 所以一个小小的锻炼一个词 其实它里边有着什么 很多很多的规矩 当然引人而已 还在讲什么 年龄大小的不同 身体体质的不同 健康人和亚健康人 以及和病人的不同 对吧 比如说这个患者 肺气肿 我们也把它叫做慢足肺 你非要让他走一个小时 而且一分钟还要走多少步 他气短的不行 再比如说 有些人关心病 心脚疼 一活动他就加重 所以你自己在那地方走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自己觉得你的运动量不大 那么这个人可能走了三分钟 他的运动量就大了 所以一定要按照引人而易的原则 去选择适合于我们的项目 当然太极拳是人人适应的 拔断筋 易筋筋是人人适应的 走路是人人适应的 但是还是要讲究一个什么 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状态 我们要选择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运动量 达到我们自己的运动量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适度的锻炼 好了我们现在一共讲到了六个养生的方法 那么这六个养生的方法 他们是并列的关系 他们是并列的关系 却宜不可非宜不可 所以整个的养生要怎么办 要综合的调养 这个人讲了 说我每天能够运动一个小时 我天天都在运动 但是我这个人功力性特强 我特喜欢生气 我特喜欢干嘛 同志们不可以 这一条 没做到 还有一个人讲了 说我每天去锻炼 我每天去走路 我为了保证我这个汗液能出来 我大冬天都穿个短裤的去运动 不可以 因为你违背了这一条 说我每天去锻炼 我每天晚上11点出去锻炼 我一走路走到12点 不可以 因为你又违背了他 说我现在是血糖有点高 医生说了 我只要是把饮食控制住 然后我去把腿给迈开了 这样呢 我就可以不吃酱糖的药物 所以我每天大清早一起来 我一口水不喝 我一口饭不吃 我就在那地方一走 一走走了十公里 不可以 因为有可能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 忽然间出现的滴血糖反应 一头栽倒 不幸人事 还有人想了 说我特别喜欢锻炼 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特别 防食控制不住 也不可以 所以六条条 是一个一个是并列的 必须做到的是 总和调养非以不可 全面的调养 还有人讲了 哎呀 说我现在工作有点忙 等我退休以后再锻炼吧 不可以 养生 从咕咕落地地 哪一刻起 就得开始养 它是一个 终身性的行为 终身性的行为 还有人讲了 说我现在身体特别健康 我养什么生啊 我锻炼什么呀 我等我退休了 我有了时间 我现在没时间 我有了时间再去锻炼 同志们 如果疾病已成 你再再想到了取养生 内经里边讲 犹如渴而穿井 兜而驻追 也就是你口渴了 你才挖井去啊 敌人已到了咱家门口了 你才想起来 生火铸造兵器 全完了 观众有句句话 争约十五天门神 整整晚了半个月 自始至终的 贯穿于我们一生当中的一种行为 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到这样 我想健康时时刻刻就伴随着我们 当然讲起养生来特别好讲 身体力行的去做起来 真的挺难 可能这个地方做不到 可能那个地方做不到 可能那个地方还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是在三界以内 五行当中来生活的 我们并没有超凡 脱俗 还有一些人想说 我就俗人一个 所以我啥都做不到 大家都是俗人一个 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五行当中 所以 尽量的去做 人不可能没七情六欲的 不可能喜怒 又是被恐惊 我们都没有 那我们就成了木偶人了 木偶人也有七情六欲的 后边还有声声在瞪着呢 是吧 情绪一定要有 那就是说 我们如何做得更好 如何做得更适应于他们 尽量 去达到他的标准 这样 在我们 人生的 这个旅程当中 虽然这边 我们管不住 但是 我们尽量的 少一点消耗这 这样我们的生命 就能够越来 越长寿 尽量的 向这个地方 去靠拢 我想这是我们所有人的 一种梦想 或者理想 愿六种方法 加上综合调养 能够帮助大家 尽忠齐天年 谢谢 这条课就讲到这